到 說愛愛愛愛 說我 說到 答答答答答應我 就算是時間帶走下一秒感動 說愛愛愛愛 說我 說到 答答答答答應我 絕會是你會牽著我的手 哦 啊 看着远方向逆风转满转动车 是飞机也在身后缓缓降落 防飞机球在空中傲向自由 迎着风向北居行照的那些 为天的感觉就好像在你我左右 想模仿销售黎明清前牵手 在这一刻请听我说 爱又会向往自由 I wanna be with you I wanna be with you 就算陪你走完每个角落 i wanna be with you i wanna be with you 爱的信号请对我说 说爱爱爱爱爱着我 说答答答答答应我 就算是时间带走下一秒感动 说爱爱爱爱爱爱爱上我 说答答答答答应我 结会是你会牵着我的手 好 容易 好好 书哥 你別冲动 你赶紧下来 以为那种人不值得 走 小心 来 来 轻点 您呐 你就别着急 一会儿这麻药劲过了啊 那现在给你挂着点击 然后不要紧马上就好啊 放心的养病 好好照顾一下啊 还疼吗 什么叫还疼吗 不干啥 不干啥 那你把这个盖着点啊 我要在这儿待多久 这大夫都说了嘛 您这就是鼓励 没什么事的 没事 什么叫没事 我下辈子都要坐轮椅了 还没有是不是 爸 你怎么又跟自己找不痛快呢 什么找不痛快 您只要休息好 肯定能恢复 那又恢复不了呢 您 去 去报警 去去报警 我要把那个老杂猫和书克 都送到监狱里去 您不是说了吗 这腿是您自己摔的 关人家什么事啊 我不那么说了 他们这是故意伤害 要不是那个老杂猫 他使劲招 我能成这样吗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 你不是搞律师的吗 把他给我弄上法庭 爸 去法院是讲证据的 我是律师 是律师随我告诉您 律师是讲事实依据的 我这还不是事实依据吗 你去不去 你 给我 给我 干吗呀 我打电话 我自己报警 爸您别闹了 大晚上这医院你喊 你喊什么呀 报报 报警 你 你休息 我现在去报 行不行 我出去报 我出去报 你可别冲动啊 你可别干傻事 我知道 现在我们两家公司 正在合作 他最不想看见的人就是我呀 所以呢 我就更要在他眼皮底下 溜达来溜达去 让他不得不看见我 又干掉我 活活气死他 初课 你怎么来了 韩叔 你怎么了你这是 爸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他们为什么打这样 他们为什么打这样 这还用问 树哥跟明总的关系你也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 明明要现在打 你别想多了 那明总不是一直在追求叶阿姨吗 是吧 那树哥看不过去就约他打架了 他们以前就有一个老规矩 就是约在那个老拳馆斗一场 谁赢了就听谁的 我爸瞒着我你也瞒着我 没有 我 陶儿 你明天能来趟医院吗 咱们俩有什么好谈的 你爸受伤了我爸也是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忙 我告诉你 我爸现在打算报警 告树哥和陶叔故意伤害 告就告呗 是你爸自己不注意受的伤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如果我爸一报警警察一受理 书可和陶叔就会被拘留调查 我爸在这儿好点律师 结果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知道了 Ala 明远打过来的 莫多 我们家的事已经够烦你的了 之后什么事情 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我会处理好的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跟舒哥的这个位置 我知道 我们家的事情 我真的会处理好的 今天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还要回去照顾我爸呢 那行 那我先撤了 你们俩在哪 什么情况 杨阳 明天陪我去趟医院吧 怎么了 好 我刚才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 这公安局又不是明远他们家开的 让他告 我还不信了 这公安局还不调查了 再说了 这约架是双方自愿的 腿也是他自己摔折的 咱们怕什么呀 咱也得告他诬陷的 是 你说得没错 可是这报警 牵扯的事情就多了 我爸岁数那么大了 这要被拘留进去 这打击多大呀 还有舒克 这事跟他没多大关系 又真的被抓进去了 舒克他妈要是知道了 气个三上两短的 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也别想太多了 就从我跟舒克认识 就没消停了 日子不好过呀 你没发现你这日子 越不好过人越胖 去 吃方便都续胖你不知道吧 天天的 煤气费 水电费 车满费 样都不少 再这么下去方便都吃不着了 对了 我今天还要去房地产公司 看我那个设计稿过了没有 你先吃着 我去 不 你吃完了我 不吃了 季姐 什么狗样啊 不是 季姐 我跟您说啊 我这房子要涨价 您 您这淳飞涨多少啊 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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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季姐 您哪儿一上来涨这么多的 那个你看我们俩啊 平时在这儿也不给你添麻烦对吧 屋子都弄得挺好的 墙面这漆都不带掉的 这多好啊 您这一下百分之三十是不是太多了 现在租我房子的人多了去了 给钱也够 你们要住得起啊就住 要住不起啊 你们卷不快卷 今天给我滚蛋啊 不是 季姐 我知道了 你还生得气呢 对吧 上回 我 我那天说的了 您 您 我明天来拿钱 不是 您 季姐 季姐 您干嘛 那老砸毛 贺淑哥被拘留了吧 你以为那公安局咱开的 刑事案件有法律流程的 就是拘留人家要先查证 如果到人家查出来 发现咱们报假案 就不是书客和陶树的事了 就连咱俩 也要一起承担法律责任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什么结果我会知道的 好 不是 你现在就打电话 打电话 明伯伯 我来看你了 什么 明伯伯 我这人说话 从来就不拐弯 我今天来呢 是想求您放过书客跟我爸爸 妈 一话就让我放他们 太轻巧了吧 您跟我妈也三十多年交情了 我就求您看在这个份上 能不能放过他们 好歹您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也是第一次求您 跟你妈一样 事到临头了 才知道低声下气 明伯伯 如果您还不消气的话 我今天就站在这儿 你打我也行 骂我也行 但请您放过他们 再说了 您受伤本来就是意外 如果要告的话 也未必会赢 你这是来看我来了吗 我就知道 你这是来威胁我 能不能赢 咱们走着瞧 好了 我什么都别想说了 送客 送客 您不用敢 明伯伯 这次我来求您 是觉得您还有点良知 但如果书客跟我爸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这辈子我都不会放过您 听见 当花 听见 小哥我来这趟 妈 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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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爸腿是自己摔折的 你知道吗 说话我问你呢 知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周莹莹 这事很复杂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说你 你就告诉我知不知道 我知道 明远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明远我告诉你 咱俩从此以后 老死不相往来 真是瞎了掩了我 我呢怎么办 那是我爸 我根本劝不动他 还得你打算 让我直接告诉警察 我爸说得谎话 他自己为了报复别人 编得谎 报到小岸 周莹莹 这事搁你你怎么办 这事搁我 我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我没有这样的把握 更不是你这种人 我没有这样的把握 舒克 设计稿件都给客户看了 挺满意的 谁知道马上就签约了 他老婆家的小舅子 是设计公司的 说是给他们免费设计 这不我也才知道 舒克 对不住啊 喂 来 宇克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出去 他们都走了 出去 我说他们都走了 我不让你出去 我是你儿子吧 你不是我儿子 是我儿子 你先抱歉 现在就去 陈花姐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在网上查了 故意伤害罪 就判三年 他人如果 我就也想安慰你 反正我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只要他敢报警 我就奉陪到底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进来的 怎么跟个幽灵似的 完美观 你要干什么 你们家还有完没完 那个走了这个又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你以为我愿意把腿摔折了 把那老杂毛送进监狱吗 我愿意看着你破产吗 这都是你们的笔子 你今天既然来了 那咱们就说道说道吧 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跟你一起打拼 一干就是二十年 你说句心里话 我忠不忠诚 我尽不尽职 可是反过来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说说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每天看到你那个不阴不阳的神情 就像倒汪我的心一样 一回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拼死拼活打拼出来的 是我打拼出来的 不是那个老杂毛 也不是你那娇生惯养的女儿 是我 你离婚以后 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再看那个老杂毛也 你说 等到桃花出嫁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 我一直等 可我等到什么了 要人人没有 要钱钱没找着我 你让我怎么办 我也是这么大岁数了 我也有孩子了 我也得为今后打算拿 我这拿回来属于我的那一部分 这些人 那么你对 来 这个点子 这个点子 都不处想 我学习的 是 数据 对 这是 三十年了 你第一次給我包了背書 我 我真有點不習慣 都過去了 我今天來為的是什麼 你知道 你做的這些為什麼 我現在也知道了 得饒人處且饒人 快 好好享兵吧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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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贝特在家进去啊 贝特在家进去啊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爸 手续都办好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医生说咱们随时都可以出院 你都听到了 你一直说我不关心你 一直说我这么多年把心思 都放在了你叶阿姨和议会上 你心里在笑话我爸 我辛辛苦苦了三十年 到头来 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爸 我小的时候确实满意了我 为什么你对别人都那么好 对别人家的孩子都比对我好 尤其是桃花 现在我明白了吧 我开始理解你对叶阿姨的感情 我真不希望你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以为我愿意像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就是不甘心 明月 明月 你给我记住了 无论你多爱一个人 都不能迷失自己 否则的话 你就会像你老爸现在这个样子 老爸 别这样 你还有我呢 多亏还有 明月啊 爸老了 有些事情 力不从心了 也许 在你看来有些事情 爸做得好过分 但是 爸就是憋了一口气 憋了三十年 这口气要不出来 我会把我憋死 好好好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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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热气 不说了 回家吧 快报警吧 我说回家 我说回家 初课 认识我之后 日子过得好吗 这怎么说呢 又进去 你一直闯关 你还真是 你说 我的天才不太好 每天呢 就只想一件事 自己开心就好 也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 但现在 我很累 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都是我妈拼出来的 我什么都不用考虑 但现在公司破产了 我得想着 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不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树哥如果听到你那么说的话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其实 依我的经验 不让家里面人担心 最好的方法就是只保喜不保佣 你看我就是 我妈离我那么远 我要是不告诉她 她真的什么都知道不了 以前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这样 只把高兴的事告诉我 难过的事 都藏在心里 要是没有遇见我 该多好啊 如果没有遇见我 你现在已经出国了 学习自己最爱的设计工作 说不定 还找到了心爱的人 我早不就跟你说过了吗 你忘了 我说客户 不会做任何让我自己觉得后悔的事情 但是我后悔了 我后悔 当时为什么跟刘宇吵架 跟你假结婚 如果当时刘宇跟我道歉了 可能我们俩都结婚了 一会也不会破产 我妈也不会病倒 这一路 其实都是我陪你走过来的 我很清楚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 所以你不用太自责了 没错 准确地说 是我们两个人的原因 一切的不幸 都是从我认识你开始的 初科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没有遇见我 我们没有相爱 我们的人生道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你有想过吗 不是 你的意思是 你不应该认识我 不应该爱上我 是这样吗 没错 所以我请求你 以后的日子 离我远远的 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处理好 你也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我明白 好 没问题 还需要你 你的意思是 不应该爱上我 是这样 没错 我请求你 以后的日子离我远远的 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处理好 你也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你说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你还真打算跟他分道量标啊 自从他认识我的 他就一直等你 出国没出去 想当个设计师吧 结果被我硬生生地拉进了一挥 一开始被我妈嫌弃 被明万鹏欺负 还差点拘留 我还真的不知道再这么下去 他会被我害成什么样 我女儿越来越恨我 都比这样好 冤孽 好 起床了啊 几点了都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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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复了这么多天 还是回到这儿 心里边踏实啊 上班也不急着一天 只有几点钟了 你刚从医院出来 你回家休息多好啊 回来看看 我睡不得觉 进来 你怎么在这儿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 明总 您刚刚打电话交代 要我准备好和科斯 经过初步谈判 拟定的合并印象书 您看看 科斯条件也太苛刻了 李总怎么会答应呢 这就是刘宇的聪明之处 还知道李总 看重她的能力和项目 所以她才会提出 这样的条件 这一轮谈判 科斯一改常态 十分配合 按照这样的进度 不用半个月 所以她才会提出 就可以正式地进入 资产重组环节了 按照这个协议的话 合并后 乐盛和科斯 在业务比重上 也基本上属于 旗鼓相当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合并后 谁能掌握公司的决策权 就至关重要 按照乐盛和科斯 现在的规模 明总是除了李总以外 最大的股东 既然李总已经表明 不会具体参与公司运营 那这个首席主席 自然非明总莫属 事实无绝对 我想现在刘宇 她跟我的想法一样 说不定她也在暗中使劲 李总已经答应 合并上市以后 我们还能保留自己的团队 跟她斗 你是想跟明万鹏 装首席主席主席的位置 不是想 是必须 可我们的股份 比她少很多呀 这个我很清楚 不过既然选择了 跟这种文斗 我们必须把主动权 拿在自己手里 既然选择了要占 就必须要赢 你决定了 我就全力支持你 我觉得我能赢 怎么这么自信 明万鹏的股份 虽然比我多 但是我有你啊 好 明鹏去 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 看你挺意外的 有什么可意外的 我不过就是个小员工 一灰倒了 还不许我再找出路啊 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 没想到你会来乐生 还错我爸的秘书 明总是个好老板 又肯赏识我 对我来说 这就够了 我爸现在腿不太好 你没事 多帮忙照顾一下他 你放心吧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什么叫舒克不见了 不见了就是人间蒸发 撞车了去医院 也没来个电话了 闭嘴 乌鸦子 早上起来我一睁眼 人不在 打电话死活打不通 我们俩住这么长时间 没这样活 说那么多没有用的 你现在赶紧想想 他能去哪儿 从早到现在 我没停过一直找呢 他是不是回老家了 不过我爸打电话了 我爸说去我家家看了 也没替他回去的事 他一大男人 估计也出不了什么事 怎么就出不了什么事 现在他是反常 你不着急是不是 不着急 不着急是不是 行 我找他啊 我也去去 随便选条就行了 你定就好 今天晚上李总请客 来的都是公司的大客户和首席 你是第一次亮相 怎么能马虎呀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是领带不好看的话 他们就不喜欢我这个人了 我一向不喜欢偶尔虚 什么事拿数据说吧 我知道你不许 但他们不知道啊 你问彭今天晚上也要来 你能说给他吗 安心啊 带眼镜的那个 他是向总 是大悦的第二大股东 李总非常重视她的意见 今天晚上要好好过去 那边沙发 最里面那个是高总 大约华东地区的最大的客户 以后有可能也是我们的客户 做了不少功课 不然要我干什么 没人回来了 我们的小刘总今天来得很早啊 您叔叔好 您叔叔是不是也来得很早啊 林总今天气质真好 钟小姐也很美丽啊 我们的小刘总真有福分哪 哪里有福分哪里 这里边有很多老朋友 要不要我给好的介绍一下 就不麻烦您了 那好 那你们聊 向总 好 明总 哎呀 又短时间都下了 但是我今天给你带了个礼物 不干片 喝酒的必备之品 每次四点 明总 越来越信息喽 谁呀 你那么不爱喝酒啊 这个明曼鹏交集也够广了 也像总的一样似 明曼鹏 他在这行货了三十多年 怕啥 他们有他们的路子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现在和大家去坐吧 高太太 精华 好久不见 亲爱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你啊 从远看你就是个小姑娘 嘴真甜 太会说话了 你最近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身材保持特棒 你最近是不是换了美容院呢 被你言中了我还真换了一家 效果还不错啊 给李介绍给你 还好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刘雨 我们科斯马上要归入李总旗下了 高太太您好 您好 您好 那以后和我们老高就是 他在那儿了 老高 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钟晶华小姐 和特别好的一个妹妹 人漂亮 事业做的丰盛数据 这里是他的朋友 高总你好 刘雨 科斯的负责人 科斯呢 就是李总打算 收获并上司的一家公司吗 对了 所以今天提前来了 跟他来打个招呼 好啊 年轻有了呀 消息就不圆了 来 咱们干净呗 来 不好意思啊 我说呢 你最近皮肤怎么那么好 改天一定带你去 喂 什么事 现在有个渠道 可以找到钟晶华 以前不一样的照片 还要提到 你知道这些都很难 当时啊 他想了 你加钱是吧 可能我之前表达得不太清楚 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 不惜任何代价 把有关钟晶华过去的 一切普遗的资料 都给我找出来 我不希望以后 别人任何人 收了我这个关系 明白了吗 好 明白 邱晓琳认识吗 邱晓琳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放下 这个邱晓琳到底谁啊 你们朋友一直缠着李总 咱们跑跑跑跑 李总夸奖 李总 您叔叔 刘云 刚刚我们还在说你哦 说我什么 李总说你们年轻人 有闯劲 有招勤 将来会给这个团队 带来活力的 李总您过奖 不过这个年轻人 有闯劲好 但是不能过 否则的话 就适得其反了 说到底 这个团队还得有像 李总这样的老舵手 来拔行才是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李总心里最清楚 我们科斯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从无到有 再到现在的规模 都是刘云一手做起来的 我觉得他的能力 应该还是有目共睹的吧 是的 科斯这两年确实发展得挺短 再过个三五年 就能赶上乐圣啊 不过这个公司一扩大呀 这个管理就是个问题 好在呀 我们小刘总没有到这个阶段 否则的话他会头疼的 李总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百明是在欺负我们科斯嘛 哪儿的话哪儿有 李总你说 你说 科斯也好 乐胜也好 以后就是一条船 就是啊 心疼的 天使可以 他们都没认识 很多想法 感谢他把我错过 让我变成熟 让我们触碰 直到心酸便收获 直到遇见你 我才敢握你的手 手心靠近 当犹豫都不确定 泪光中的你 吻着你莫名感激 如此靠近我的心 早被你的心平地 我身边的你 每个眼神都有爱的回忆 慢慢靠近 让亲密更确定 昨天的孤寂 为个远的在一起 终于靠近两颗心 还好我都没放弃 轻握着熟悉 流浪光景都只为遇见你 就牵着你 我慢慢慢慢靠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